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你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躲避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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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乡 有难必然同荡 有相知相守 换地久天长 你们小时候谁作业要没完成 就罚他在这儿给我吝水 是啊 我就喜欢 救着水龙头喝凉水 瞧瞧 瞧这两棵树 越长越茂密了啊 是啊 您看这树 总能把咱家房子遮住了 搬走这么多年 看他们长得多壮实 妈 那个东江房 那个郑大爷还住这儿吗 早搬走了 不过现在还有人住呢 昨晚上我看见灯亮着 是吗 对了 老包呢 拿车走了 他把车整这儿了 对 他说今天上午有事 下午啊来取车帮我搬东西 你看 我找到什么了 哪儿找着的 那个台阶下面的窟窿里 我忘了是我藏的 那你当初说是我给你弄丢的 妈老拿这当话茬 是我欺负你 行了 行了 你小的时候就是总欺负我嘛 你看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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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儿还是我给你们做的呢 是 看咱妈的手艺多好 踢一个 踢一个 好 来 好 踢一个 看 gel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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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你看 他们都跟孩子一样 是啊 你们变得跟孩子一样 妈也显得年轻了 妈 来来来来 走 来 你们谁坦白一下啊 昨天晚上那打鼻子的呼噜 谁打的呀 呼噜 赵涛同学 赵青 哥 你不信我啊 我出来不打呼噜 不用聊了 你自己打呼噜自己能听见吗 又给你录下来吗 咱们也没睡一屋 你怎么知道打不打呼啊 爽点瓦都给你震跳了 嫂子 昨天晚上那师父 没睡觉偷听了是呀 没有啊 好久没吃过 这么充满温情的早餐了 是啊 看着这情景啊 跟从前一样 可高兴了 赵涛 你一会儿帮包叔叔 我把车修一下 他下午来取车 好 哥 我陪你去吧 修完车咱俩去体校打会儿球 赵红 你看这桌子啊 这么多年了跟新的一样 嗯嗯 赵涛我跟你说话呢 修车不用你赔 球也不跟你打 听见了吧 赵涛 这么多日子过去了 你还生赵磊 上班喝酒的气啊 当大哥的就你 那个妈 没有 那个赵涛早都不生气了 他逗赵磊玩呢 凯利啊 一会儿啊 你陪赵涛去修车啊 赵磊 一会儿你陪我去体校逛逛去啊 嗯 好吧 那个 你也去啊 吃吧 吃吧吃吧 来 赵涛 你觉得你刚才有点过分呢 他毕竟是你弟弟啊 而且这段时间他表现得挺好的 这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再把那个改追递给我们 自己拿 你还真是个好嫂子啊 自己拿啊 看你那样 你怎么讨厌呢 你还怕我多脏啊 快点 来 不 不 你说这怎么可能会有密码呢 是啊 我都想下去问问他 希望他能够啊 顾个盘外商来 给我当会计就好了 快逼疯了吧 都说胡话了吧 快 我发现你小时候挺像秋秋的嘛 你看 是不是 还真的 我以前都没觉得 你看这孩子是谁啊 赵青 不是 他也不是赵涛啊 赵磊吧 你看这个车 是我爸呀八八年的时候买的 赵磊那个时候啊 差不多就这么大 八八年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八八年 美院刚毕业 想做大师 想做轮巴朗 想做磨难 大师没当上 差点要饭了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吗 我妈看了你啊 就没吭声 真的 晚上啊他就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去训话了 他说呀 赵红啊 我让你别长个帅的 你非要长个帅的 他长的呀 都比你好看 这太帅的男人哪 他靠不住啊 你 我当时啊特不服气地跟他说 妈 你不也找了个帅的吗 我爸多好看啊 你猜他当时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呀 所以我没少操心哪 是啊 是啊 八八年的时候你就认识我 你肯定看不上我吧 八八年哪 别瞎瞎 不可能 不是 你又不是专业修车的 能动就不错了 干嘛非要求十全十美啊 你怎么了 一到这儿我就更想我爸了 小的时候 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伟人 简直无所不能 可是长大了才知道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过我还是很尊敬他 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奋斗目标 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 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 我现在 有可能我连当父亲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了老婆 不是还有 人工受精这样的吗 就算成功力不高呢 咱们也能试试 那要是还不行这么多 可不想离养孩子 不疼 我想要我们的孩子的 亲生的 嗯 我还能试试 我还能试试 我都能试试 我还能试试 你妈 你也不想要 我能试试 我还能试试 我还是试试 你他们试试 我说你 咱能有啥办法 要能帮咱们不早就帮了 在他们还没有决定之前 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咱们已经知道了 更不能告诉妈 那当然了 让他老人家知道还得了 老赵家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哦 你能说点好听的吗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可绝对不能告诉妈 这事啊还轮不到咱们 明白吗 你跟我说有用吗 这事告诉你 等于告诉全北京啊 你臭小子你 这不你 拜拜 你准备那么久 肯定没问题 赵老师 我昨天紧张了一夜都没睡 王娜 你听我说 你就把它当作跟朋友聊天 一定要放松 千万别紧张 也别给自己 增加那么多的负担 可是我做不到啊 我真是太紧张了 我不想第一次就搞砸 可是 他们一看就知道我是个新人 您都不知道他们看我那眼神 王娜 咱们这节目啊是录播的 你错了还可以重来 后期再减呗 我告诉你啊 你重点是让对方多说话 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 他情绪一高涨 他的话就停不住了 真的吗 听您这么一说 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 谢谢您 你别谢我了 你就努力地把这节目做好就行了 对了 赵老师 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你说 您要是看见郑老师的时候 可千万别告诉我给您打电话的事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这样挺傻的 不过 我觉得我和郑老师 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我现在给他留一个好印象 让他觉得我和您一样 能独挡一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他的 那谢谢您啊 赵老师 那我先去了 我会加油的 好 努力加油啊 加油 吓我一跳你 我刚才就发现 这怎么少一棵树啊 是啊 就剩这两棵了 我给你看一东西 什么呀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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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堕落的开端 这我第一次喝酒纪念品 什么就是堕落 喝酒就堕落啊 你说赵涛为什么看不起你啊 你看你自己做的事 这 她谁理她谁理她 我不跟她说话 得了吧 我还不让你 你特在乎她对你的看法是吧 那好吧 我也没什么好反驳你的 没什么反驳的了吧 说你心里去了吧 把酒戒了啊 争点气 给我 今天都怎么了 怎么都不说话呀 对了 刚才啊发现一张照片 不知道是谁 你们看看 赵磊 是你吧 是我妈 妈这是我吗 我看看 妈 妈 妈 你别看了 肯定是赵磊 我爸买那辆车的时候 他就差不多那么大 是吗 不对不对 我以前怎么长这样 怎么比我现在好看啊 那你后来破相了呗 对啊 也没准是哪个体育老师 爬咱们家房间 把我给踩的 别胡说了 你怎么知道的 赵磊 不对 不对不对 这肯定不是赵磊 你们看看 这是谁家的孩子 你在哪儿找着的 爸屋里啊 书里家人呢 不是 不是赵磊 行了 反正也都不认识 都琢磨什么的 来 来 来 吃饭吃 嫂子 哥 我觉得 你 赵磊 吃饭 这种事儿大家会迟早点吃着 这种事儿大家会迟早点吃着 闭嘴 什么事啊 又吵什么呀 知道什么呀 晴儿 那个 我是听赵磊说的 说什么了 我也是听赵磊说的 对 你说什么 我说我 就 就是刚才你跟嫂子在外面聊天 我不是打球吗 我说 这是我跟田丽之间的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不能让你们在这儿嚼舌头吗 那个 赵涛 赵磊告诉我们 他是关心你 再说了 这事儿大伙早晚都得知道啊 我们是想帮你想想办法 我又不着你们帮我想办法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都把我搞糊涂了 妈 哥可能生不了孩子 你们怎么 田丽 田丽 等一下 你给我说清楚了 怎么就生不了孩子了 你给我说 医生说 我精子存活力低 田丽 就是抗精子抗体 我跟她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怀孕 怎么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妈 妈 你别着急 现在不有那个人工受精吗 如果不愿意收养 但愿也行啊 跟着扯什么担 张涛 大家都是想帮你 帮什么帮 给我添乱好玩 那什么 外面景不错 我去写个声啊 赵涛 别难过啊 妈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明白 不管是领养还是待孕 都不如自己亲生的 赵红 你也是 在公司里你是领导 在家里你是大姐 作为大姐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首先应该告诉我 你看看你们这几个 这事能拿在饭桌上说吗 得给赵涛留个面子 妈 我是生我自己气的 以前不想太早要孩子 现在想要了吧 才知道这事根本跟想了 它不一样 我 我也许能帮个忙 那个要是它精子不行 就用我的呗 反正我都是大大人的 这什么想的你 没喝酒你就说胡话 妈 抽风 怎么了 我说了什么了 我 我今天才知道 没了这件事情 你比我的压力还要大 我们顺其自然好不好 一步一步来 不管是代孕的也好 领养的也好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就行 天亮 今天这件事 不用说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嫁给你 你是最好最好的老公 不管怎么样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嫁给你 你是最好最好的老公 我 我先回屋了啊 对不起啊 我 我刚才不该把你的事跟咱咱说 咱俩没什么可聊的 你说你自己那点事都没弄明白 你还掺和我的事 你管明白你自己了吗 我是来跟你讲盒子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你讲什么盒子 没人跟你讲盒子 赵涛 你要自己生不出孩子 就生不出来 你别拿我出去行吗 你还说是不是 我说怎么不都是你生不生不 你扯上我都滚 你别再动手啊 今天我有错 最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谁让你非得往前考上装 不过让人出来也好 心情舒服点 行啊 只能让你出口气就行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我倒想不理你 谁让你是我弟了 就算你再八卦 再鸡婆 再胡闹 再任性 兄弟不还是兄弟吗 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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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就损了我 我刚才说 借你们精子那事真不行啊 你觉着呢 我 我没事啊 我觉着行啊 行个屁 我跟你说 咱们全家人都跟卫生纸 以后你尽量少扯 还有你 就是一特无命 以后你不该听的别听 不该看的别看 不该想的别想 不该说的别说 专心支持打你教育 你陪我表啊 你扫我我买了 谁把你 妈 妈 妈 快点吧 就等你了 知道了 真舍不得呀 不论谁买了这房子 但愿他们珍惜呀 妈 能带的咱们都带走了 可惜这房子 咱们是搬不走了 你不知道 你们这四个孩子 妈都是在这房子里怀上的 但愿赵涛和田丽 也能在这里 怀上自己的孩子 是啊 我 我 等一下 小青 来 让妈在这儿 给你再画最后一次升高 妈 我都多大了 我不长个了 乖 这儿好 妈妈妈 来来来来 这最后一次啊 还是留给咱们的女主人吧 妈 站直了 不许动啊 在这儿 妈 我发现你长个儿了 生于思 长于思 至于流年 名于心 在这儿 您知道他是谁 对吧 舅舅 请你告诉我 这个孩子是谁 这是夏文杰的孩子 我爸 我爸跟那个女的他 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 他就是夏佳佳 对吧 好奇怪啊 这样就可以让我回应吗 相信医权 虽然几率不高 但我们还有心怀念 准备工作 我可以做 你回来 回来回来你去那干嘛去 弄草药 破草药是灰色的不长技能点 你猜他干嘛 可以卖钱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 我爸跟我学网球的时候就这样 满世界的剪破烂 你爸也玩网游 那是 我那时候玩得凶啊 我妈就天天念叨我 这么大人了玩游戏耽误时间 我爸就纳闷 我到底在玩什么这么着迷 于是乎他就开始跟我学网游 结果呢 等他弄明白了 他也不劝我不玩了 因为他也开始玩了 他还真开明 那是 上学的时候你们天天上什么补习班 我爸就带我去骑马 教我打网球 他说了 死读书读出来全都是废物 人哪 要学的东西不仅仅在书本里 难怪中学生你看上去那么不一样 这可是你爸的功劳 可惜了 我让他失望了 到来我还是个废物 别瞎说 一时走错路不代表一辈子都会走错路 你的问题有那次意外的原因 但你也得反省反省 是不是你自己在放任自己啊 我知道走出阴影不容易 可你也该长大了 以前呢 我一郁闷了就找九卿 以后我再郁闷就找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你更郁闷 不会 蒋倩姐姐最好 蒋倩姐姐不会让我郁闷 谁是你姐 你比我大好不好 被打了 拉倒吧 你根本不是这块儿亮的 是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事来晚了 夏阿姨 谢谢您能过来 不用客气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好吧 那我想问一问 你对我爸和公司知道多少 是这样 我爸走之前 公司的财务方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听说一点吧 那您知不知道 公司有一笔钱不见了 这个我不知道 多少钱 一亿五千万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 才发现那笔钱 进了一家银行的金融账户 可是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找不到 这个账户的密码 所以那你让我来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墨桥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是我知道 你曾经对我爸确实很重要 我想问一下 这是您的女儿夏佳佳吗 是的 你从哪儿弄到她照片 她是你和我爸生的吗 不是 她跟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你还不太清楚 可她对公司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她不是你爸爸的女儿 好吧 就算我们是误解了 那我想麻烦您能帮个忙吗 说吧 给我们提供一下您女儿的信息 比如生日 小明 纪念日 爱好什么的 我知道 这个要求可能对你有点过分 但是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挽救我爸留下的公司 我会配合的 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您 不用客气 谢谢了 坐 明天呆 about the food 您就让我对您的 左下 你这么急着干吗去啊 去火去啊 还谁被你说着了 咱组的摄影师啊闹罢工 这事要是不解决啊 明天都是吃瓜老 你来正好 前几天啊 有个嘉宾钱财务漏了 人刚请到 你替我给他吧 好好好 对了 别忘了让他写个收据 好 张东 你叫我来 就为了这个呀 意外吗 说实话还真挺意外的 我以为你们电视台啊 只给那些名人嘉宾钱呢 一般都说是车马费 虽然少 但也代表一点心意 那我赚了呀 这几次 我都是登自行车来的 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吧 张东 上次的事情真对不起啊 还说是朋友呢 都过去的事了 还提的干什么 我请你 咱呢 把这车马费给它消灭掉 好 反正现在咱俩都是平等的 我就不跟你争了 现在是平等 是 我有钱了 咱俩才是平等的 张东 我 我真的没那意思 我 我又说错话了 上次你还说要拿钱买我时间来着 张东 赵千儿 晚上播放片子出了点问题 主任真找你呢 赶快 好好好 张东 你千万别生气啊 下次我请你吃饭 我给你打电话 别放在心上啊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给你开玩笑来着 我跟你开玩笑来着 你怎么 还是找不到密码 这办法我都用尽了 我要是超人的话 可以给你们试出来 可是现在真是没辙了 你都有什么办法 夏女士说的我都试过了 她女儿的生日 纪念日 还有最喜欢的颜色 以及她的名字和生日混搭 还有呢 她们两个人的生日名字混搭 我还用了三种暴力破解程序 同时破解 结果呢 还是不行 舅舅 我都快疯了我 你说我爸他到底会用什么 做密码呢 他总不会随便地数一串吧 这也太不符合我爸的性格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夏文杰还在办公室吗 不在 他一看不行就走了 我 还挺不高兴的 那我先睡 我出去办公室 喂 张老师啊 你好 你又不是我妈 少管我 刘洋 不管我是不是你妈 你现在住在我这儿 我就有权利管你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跟人家打架 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是放下工作 帮我到学校去接的你啊 你告诉我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跟人家打架的 你告诉我原因我才能去帮你去跟老师说情啊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 好 就算是乱七八糟的事 可你也得告诉我呀 不是 阿姨 你这么管我你图什么呀 这种坡事已经我妈都不管了 我不管你妈管不管 你是刘原森的儿子 刘原森是我丈夫 那么你就是我的儿子 我必须管你 我不是你儿子 你工作去吧 少管我 我 忙什么呢 看看我的作品 百分之百的绿色食品 特别有营养 你能告诉我 这些东西生前长什么样吗 怎么叫生前呢 这里都是什么 红枣 丝瓜 苦瓜 西红柿 胡萝卜 芹菜 特别有营养 孩子 来 喝了它 妈 我是想喝果汁 你这都弄成浆糊了 这怎么是浆糊呢 你看你这孩子 整天嚷嚷着 工作忙 累 不舒服 我好心给你做点营养品 你倒挑下景色 我看这颜色我就喝不下去 你进来看起来气色不错呀 是吗 我也有点觉得 对了 我今天晚上还听戏去 听戏跟谁去呀 唐阿妍 不是 老包 老包 你怎么跟他去听戏啊 我前几天才知道 老包也是票友 我都好几年 没去剧场听戏了 那您啊 那您就好好的玩 别急着回来 逼我喝这个 不行 不行 你给把它喝了 我辛辛苦苦做的 你喝了 就漂亮了 我亲爱的老妈妈 你就是饶了我吧 我还不如喝你减肥茶呢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几座夜呢 啊 谁来了 谁没来呀 这什么味啊 没味啊 你站起来 干吗 我让你站起来 我 把烟拿出来 把烟拿出来 阿姨 阿姨 阿姨我错了 求您了 求您千万别告诉我爸 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求您了 您千万别告诉我爸 求您了 你来干什么 我不想看见你和赵家所有的人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真心话 林总 你知道我什么是真心话吗 你关心的只是赵家的人和那没眼的钱 我非常理解 你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可是你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想得那么坏啊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知道什么钱 你要不信 你让警察来审我吗 别激动 别激动好吗 换了你 你能冷静吗 我为了赵鹏飞 为了你们赵家 我忍了二十年 现在赵鹏飞死了 我为什么还要受到你们家人的侮辱 我是为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 你千万 你是什么意思 你和那个姓赵的过来 每次都问我什么狗屁的密码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 我连这种房子是不是我都我都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 在这儿所说的 所做的 立场跟从前都不一样了 林总 我觉得你很奇怪 赵鹏飞都死了 你还这么关心我 你没觉得对不起你那好姐姐吗 你真是逼着我说实话 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我最羡慕我姐夫她是什么吗 她既有我姐姐这样的好妻子 也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 这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拥有的 你也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世宠而救 你甚至都没想过 你要去影响她的家庭 这也不是一个普通女人能做得到的 二十年了 我一直都在看着 你就像个透明人一样 我一直相信 你是真爱我姐夫的 因为这爱 你才能心甘情愿地付出 不图回报 好了 还是原来那句话 不管现在还是以前 都希望你把我当做朋友 好飞啊 我跑完步了 待会儿换衣服去你们家 不急 还有时间 大忙人 看书吗 偶尔也需要学习一下 什么书 关于青少年西安的书 说什么呢 你看她说 重点是前妻的忽略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说啊 是不晚点啊 我都戒烟多少年了 是啊 还是我让你戒的呢 颜森 对不起啊 我 我没照顾好刘洋 哎呀 你是未成年人不能学抽烟 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 知道还偷偷抽 初学都是高年级同学 聚会时候都抽烟 我还想在那 爸 怕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不 刘洋 你已经是中学生了 应该有辨别能力了 做事情啊 不能不考虑后果 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 那什么 杨洋已经知道错了 你回房间吧 我一说到关键的地方 你就给他打掩护啊 杨洋已经知道错了 回屋好好检讨一下 去吧 在孩子面前 一点都不估计我的形象 说 没那么夸张 你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这个年纪啊 一本心里最强的时候 老婆 我心里有数啊 好啊 你心里有数吧 你怎么去啊 打车 我陪你坐公交吧 这么好啊 当然了 谢谢 这么容易就谢我 那你晚上请我吃饭吧 这就请吃饭了 当然 那你还是打车去吧 我看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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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对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你走错了 前面应该左转 哪儿哪儿哪儿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能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想起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 还地久天长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 还地久天长 君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来 究竟这是你的